大家好,我是黑哥,这预告我今天有降温呀,我这进城卖点好羊肉,这趁着机会又能吃顿肉了。 这已经走到这福利巷了,这鞋的面就是这斯曼尔新田地。 这个太阳点就在这个斯曼尔的鞋的面,这老板娘穿的真够接地气的。 这啥家庭啊,这都一只一只的买,一看就不是普通家庭,人呀这羊都是一只一只卖的,这还有这商标,这是地狱性的这个产品保护,没得多了。 老板,咋这有那种能煎的那种羊肉吗?就是烤盘上面煎的那种? 有,那我在屋里,我带你看看。 行行,好嘞,看这肉看上去就像,绝对是好吃的不行呀,这。 咋这里面店不大,可是肉不少,哦,这整羊是51块9,这太阳的话可真不算贵,这柜子里全是羊肉呀,我是要那种煎的吗?你给我看看,你给我推荐一下。 煎的有好几种都可以煎。有好几种呢? 对。 这羊排这一扇有多少呀? 这个,这个是整排,这个一扇差不多三,三斤都四斤。 三四斤都是,是吗? 哦,你说你这摆到上面的这也全是这? 这个都可以煎。 煎的吃? 对。 它就是切了片了,回去直接煎? 啊,这是金包装,一袋一斤的。 这个用洗吗? 这个,你拿水回家一泡就行了。 泡一下,然后,泡一下,然后煎就行了? 对,煎就行了。 就是,主要泡就是消冻了是吗? 是,去一下血水。 这个肉上面它都有名字,这是羊镜排。 这个是腿排小切。 这个我看的好吃,这是羊排是吗? 对,法式羊排。 法式的啦,都是。 这个,这个是个蝴蝶排。 就这四样可以煎的吃? 对。 那我把这四个都拿上吧? 行。 这,这四个人够吃了吧? 够吃了,够吃了。 这,这么一包有多少? 一斤,这三斤包装。 这都是一斤? 是。 行,这那个,价位是多少钱呢? 这? 这个是98。 98一个,是吧? 对,98一个。 这四个全是98? 对,这个,这个,这个法式贵的,这个是108的。 这个108? 嗯,是。 行,就,就拿这四个吧? 行,我已经。 呦,这还有这种羊肉礼盒了吗? 咱这礼盒怎么卖呢? 嗯,这个礼盒现在是半羊礼盒,现在是486,反正剩的也不多了。 哦,就是486,他这个礼盒是,就是? 半只羊。 半只羊? 对。 那个性价比更高一点,是吗? 就是有脖子,还有法式,羊排,羊腿,就是这个半羊的礼盒。 肯定比这么300,他这个性价比较高,是吧? 就是送礼比较好。 哦,那我也定上一份,还有了吧? 剩的不多了。 那我定上一份可以吗? 行。 行,好嘞。 嗯,那我把这给你装了。 好嘞。 叫钱起点小贵,但这个肉是绝对的娃娃香。 这是黑哥吃过的东西。 老妈说过,药补不如食补,吃东西就得吃好的。 那好嘞,那就这。 我过两天过来拿那个礼盒。 嗯,好嘞,慢点啊。 好嘞。 这肉也买上了,回家吃肉。 人家老板说这羊肉抵达清水先泡一泡。 我先把它泡一下。 这全是真空包装的。 好嘞,这在外面已经削了一会儿了。 先把这羊排泡上。 看着就带劲。 我再泡点这蝴蝶牌去。 底俩盆泡,估计一个盆泡不下。 这都是厂家估计分割好的。 这远远的看着蝴蝶牌跟腰子一样。 这肉看得是真美。 跑到一会儿。 我先试一下这卡式炉。 一会儿就用这个煎肉吃。 气已经打上了,看看。 行,这火能烤了,没有问题。 哎呀,烤盆放门。 准备开吃了。 妈,你看这肉怎么样? 好,看着就有食欲。 看着就有食欲吗? 这肉多少钱鸡呢? 你准备报销? 我好准备了,吃准备了。 我爸有网管吃,根本不管报销。 我给你们煎,我给你们煎。 先给烤盆上刷点油。 不刷油还把它沾到上面。 毕竟这沾了水了嘛。 这小院咋给吃没了, 这下来烤肉还没吃过呢。 你们尝尝,看得好吗? 哎,这火着了吗?着了吧? 着了。 预热一下。 这已经热点了,妈。 我先给你煎个这羊腿肉啊。 这是羊腿肉啊? 这是羊腿肉啊? 你看,就是一块腿切下来的。 哎呦。 这是羊肋排,你能看出来? 看到吗? 羊肋排。 这腿排厚的,看着就香着了。 这个腿肉是我妈的吧? 这羊腿肉。 这叫蝴蝶排,我一样的煎点。 看见这个好吃。 这这儿把你们的盐吃太阳。 看着这肉就自拉香。 羊怎么还没过来的? 马上就过来了,在路上了, 他吃肉他能不及及啊。 光想他孙子,他就不想这肉。 这肉现在自拉香,我给他翻个个。 这肉应该是好厨吗? 好厨。 你看,一变色。 还不跟吃牛排一样呀? 看这羊排带劲吗? 你俩吃了,给你俩多尖呼。 我估计香,半周不熟就差不多了。 我再调调点。 调调它就慢慢的就熟了。 闻见肉香了吗? 没见了。 梅花肉了,这羊腿肉了。 这里面哪有梅花肉? 羊身上哪有梅花? 这是什么肉? 这叫蝴蝶排。 蝴蝶排。 吃肉也吃出名菜来了。 这我感觉就是脊椎那儿,是屁股蛋的那儿,那块肉吧? 嗯,嗯,嗯。 我怎么关的小子,小子给关美了。 不敢太热了。 这是羊腿那个部位。 各个部位呀,就是切个好的。 呀,我去那儿买的时候,原来一个人搬了一只整羊就走了。 这多少钱你给这羊肉? 这羊肉店那儿写的是52吧,52一斤。 一斤驰鸭这个肉,你看看。 沙都没撒,这香火就出来了。 这肉一丝拉香,我就吃不了了。 香的就,瓦瓦香了。 豆包都去的转圈了,这。 嗯,能见了吗? 早都违见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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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刚才买的这椒盐啊? 这里面它是复合料,啥都有,一会蘸点辣椒进去了。 你看,那给它咋的辣椒面。 这应该蘸水。 你能放一点,这个应该不太辣。 我爸也放点。 一会儿我给它搭。 你给我搭锅吧。 你倒一点。 来。 你先挑一挑,你再烂了吧? 我也没有强,你别让我妈吃的辣椒就行了。 这里来回翻。 这家伙搬得慢了,还把一会儿, 我把它烤椒了。 辣了? 这也像是一样的。 像是一样的。 像是一样吧? 就是专门自己捣的一样。 你那也吃了。 你说这肉还那么简单? 咱们脚排吃的还是一片吃的? 我感觉一片吃的过瘾。 我还是在吧,我再跟你讲一下啊。 你现在的吃饭和以前不一样啊。 咋就得吃出薪水,明白吗? 你光说,光脚子以前吃的时候是。 人家内蒙羊是内蒙羊的味儿。 它就不一样。 内蒙羊是内蒙羊的味儿。 你看,这是宁夏羊。 你老妈咋滩羊。 滩羊吗?宁夏颜子滩羊吗? 这估计叠两遍都吃饱了。 我妹可是这些想吃,可吃不多。 吃不多,我估计吃一块要吃第二块。 别说吃不多。 这里,这肉厚,你多翻几天。 给它一会儿它吃的夹得生吧。 这个羊排厚嘛。 这块绝对小。 哪一块更香? 肥皱香蝉。 这肉一烤你看就,特别容易走去的。 这肉嫩嘛,吃的本来就嫩。 现在不在于吃的多了,要吃的精点了。 对,换的花样吃。 这香来了吧? 看它卡点卡的好吗? 这感觉吃饭就来了。 香来了,真的来了。 是不是没见味儿的呢? 那吃肉你也不快点。 来,坐这儿。 你坐这儿。 你坐那儿,爷子儿呢? 那你坐那儿,我给你们煎。 你三个全到这儿。 香蝉,这边没煎香味儿吗? 没进门都围着了。 不围着都过来了。 你最着急了。 你不能动什么? 动什么,爱动。 张静宇一会儿,让张静宇给他试。 这切子已经差不多了, 我往上面撒点点椒盐。 你看,这么一搅它就碎了, 看见了吗? 在里面的海盐,各种调料。 这就是刷盘的费劲,估计后面。 不用撒多,撒一点就行。 吃的还是撒的原味。 这个省劲儿嘛,是吗? 省劲儿,撒的原味。 对呀,一转它就下来了。 这一放,这调料更香了。 香蝉,你剥点辣椒剥了吗? 剥好了,剥好了。 你这筷子的,你奶估计就给你剥好了。 这每桌不足,就是你妈没来。 上班了吗? 这多了,他吃不完,他下班过来再吃。 我翻个个儿再撒点,估计这两口可以吃了。 这边我再撒点吧,咱也没这么吃过。 这边没味儿呢? 先尝尝有味儿呢。 这块骨是奶奶的,一会儿你吃。 找着来,脱小。 那能吃了吗? 不行,我爸爸生了,我再要发点。 来的就要吃。 发点都是开天皮的第一回。 饿了就来了。 饿了就来了。 吃完就回家擦玻璃了。 安大女儿,不能咸着了。 这就不干太咸了,咱尝尝,一会儿我们再挤。 我感觉这差不多了。 先尝尝一块吧。 这一块都没这块熟的好。 来,你来这块吧。 熟了吗里面? 熟了。 熟了吧?张婷宇的这牙口好。 哎呀,带劲儿。 这小子现在吃,我多吃点吧,给我长个好大个儿啊。 什么? 是熟了吧? 就是不是特老,不敢弄太老,太老了不好吃了。 那就给你奶奶爷爷多见会儿。 你先吃第一块,你这卡的可点可好了。 这块羊腿肉应该也熟了。 嚼黄了,让老妈吃。 来嘛。 来呀,这个我是。 慢点,要是硬咱就再加会儿啊。 你少蘸点辣椒。 我都不会吃了。 拿嘴吃就行了。 敞开吃。 你就没这么吃过肉是吗? 没有。 怎么样? 烫了吧? 好。 你等一下,你晾晾再吃。 来吧,我给你也夹一碗。 这你们仨吃,我就开心着了。 豆包,你要挨揍了啊。 再上桌子。 你尝尝。 多咬一咬。 那牙口不行了。 那么? 对,好吃。 咱们现在就是纯纯的肉,一点菜都不要。 张婷宇,你知道这个宁夏贪阳吗? 这个颜值贪阳。 知道。 看过没吃过吧? 这埋头苦吃,根本不理我。 看老爷子吃的带劲吗? 香吗? 那是骨头那儿。 你别讲那个骨头,你吃的这是蝴蝶牌。 这牙不行。 你的牙? 那一会儿再给你剪捞点。 夹牙我爸这,一堆夹夹牙,吃肉不行了。 那就给你炖着吃以后。 你看这小伙伙,这肯的就剩个骨头了,干净的干净。 好吃的呢? 好吃吧? 好之后再给你们煎。 这羊排得多煎点。 不煎会,他把这个腰夹生。 我躺上就行,不怕。 那得把它闹鼠样。 这老爸弄了块肥油,你看。 这吃瘦肉吃不成。 这吃一块油渣子。 香吗? 香的很。 香的很。 你爆胶了就更完美了。 这真是。 有一种好奇,没有好牙也不行呀。 你能说吗? 这不行啊,张定宇,再等等。 我一块儿还没吃了,你就着急了。 老妈这也不用筷子了,这也下手了。 看这羊排好吃是吗? 是。 张定宇,你那块儿有点难啃是吗? 这第一包全吃完了,都顶第二包的。 这战斗链可以咱家哦。 嗯。 就是你爷的牙口稍微差点,你和你奶都可以。 都是法式。 我妈肯定能吃这个。 吃瘦肉多么,你妈肯定爱吃。 你妈除了猪肉不爱吃,啥肉都爱吃。 这再给你们多煎一会儿啊,我还给她加生了,有点厚。 你尝尝,你尝尝,这锅肉还把你吃生肉,肠味不好。 不过火开的小火,你要是大火开的太大了。 你都得擒弯着它就好了。 你那边儿的油都汽出来了,看这锅。 我那会儿就打的调料有点。 这第二包,黑哥要专心吃肉了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咱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 拜拜。